大家好 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6月25日 据巴媒报导 近日巴西传奇李华杜在出席活动时 谈到了巴西国家对希望聘请安查洛提执教的传闻 他对此表示反对 更希望延续巴西人执教巴西的传统 但他还是对安查洛提进行赞扬 李华杜表示聘请外籍主帅执教巴西 如果成功的话将有着历史性的意义 尽管我个人不同意这样的决定 但我也愿意看到安查洛提带领巴西问鼎2026世界杯 成为巴西历史上第一个帅队夺冠的外籍主帅 安查洛提的执教水准毋庸置疑 他完全具备带领巴西取得好成绩的能力 很荣幸曾被他执教过 而且他受到了许多巴西球员的尊重 巴西媒体和球迷们也都对他可能执教巴西的传闻感到高兴 他们也愿意看到国家对能由一名经验丰富的高水准主帅带领 感谢您的收听